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看在这里对话 有什么东西 是我们今天需要重点掌握的 首先来看一下 大山啊 これが上海ノーストーホテルのイベントホールか 这就是上海ノーストーホテルのイベントホールか 这就是上海ノーストーホテル酒店的宴火动大厅啊 さすが上海一の高級ホテルだけあって 素晴らしい会場ですね では看一下 さすが可以跟什么 だけあって一起来呼应使用 是不愧是是上海一の高級ホテルだけあって 还怎么样 首第一的高級酒店 那么这个会場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啊 好 这是一个感慨啊 それにこのヘッドホテルは 環境問題に熱心に取り組んでいることでも有名なんです 好 それに是什麼 并且而且啊 好 では再往下看呢 是何々取り組むし之旅 好 接下来是 ことで 電話主義 我们说他在 之前中级第九课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可以是 因为某件事情 或通过某件事情 在这里我们可以根据商号文判官什么 因为 说这个宾馆也因为对环境问题是什么 特别这个有热情的去重视这个环境问题而有名 那么大家看这里取り組み正好是上面这个单词取り組む的名字形式 但是它的意思变成什么 措施 说节能的措施啊受到好评也受到了政府的表扬 那么这个大家只要了解最基本的单词和语法就可以了啊 好 接下来 看小王的 在这里说 ちょっと厨房を見てきます 说呢 我马上就去 我现在去看一下厨房啊 那么厨房那边情况 然后再回来 大家注意 在日语当中一定要加てきます 表示我要回到空间上的这个原点 这在初期39和介绍这些算日语说话的方式的一种特色 そろそろコンテストに使うための小具材が到着しているはずですから 好 那么そろそろ是快要啊 我们在初期17科也学过 はず是在初期42科学过的啊 在之前我们也复习过是表示推测应该 那么用于比赛的这种做饭的这些食材啊怎么样 应该马上就快要到了 这是我为什么要去实乎房呢 所以后面跟了一个から 好 这时候大山呢 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提议 私もご一緒していいですか 这句话其实从本身来讲比较简单 我也一起去好吗 我也跟你一起去吧 那么这个大家要帮助别人做某事的时候啊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表述形式 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 こう見えても力しことに疑心があるんです 这里有个关键的表述形式是こう見えても 就是别看我这样 就告诉你说我的表面跟事实上不符啊 こう見えても社長の娘ですよ 别看我这儿我也是一个什么这个社长的家的亲金等等啊 就这种表达形式 好那么我对于什么 后面说我对于这个体力活还是相当有自信的 こう見えても 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这个表达形式大家也要记住 好 那么看小王是接受了呢 还是拒绝了呢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但是我这边啊没什么问题啊 就是拒绝了 因为只是确认一下这个 做饭用的这个食材和加弹而已 大概是指尽尽啊 好 那么 这大山在这里说只能有这样的一个随身的符合 大家会发现这句话我也用绿色给大家表述出来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么大家看他你是其他 其他还有没有我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这句话直接可以用 而且把好看进去掉 说 也是一个常用的表达形式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好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说在日本的日期当中啊 可能在因为在中国的日系有很多已经本土化了 比如说到了六点钟下班 到了下班时间 而且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的同事在加班 我并不能说直接就说 我先告辞了 而一般情况下 一个比较客观的情况下 都是这样的说 要跟你正在加班同事说一句说 啊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这时候一般大家都会说 因为毕竟不是这个人的工作 是自己的工作 都会说 不需要你可以先回去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说 这样的一个寒暄形式 如果你不说这样一句话 你说下班了 我自己的工作完成了 我就可以走了 这是相当之势力的 当然也有同学老师 我曾经在这个 有一个电视剧当中叫正义的伙伴 看到过跟您刚才讲的是相反的这个势力 这确实是 那个电视剧确实是从反面 另外一个角度来介绍的 所以说它不是日本这个公司里边 真正的这个主体 而且如果你真的是像那个电视剧 他们去做的话 有可能就会受到什么 排挤 好 看叶田怎么说 能拜托你一起做某事吗 能拜托你一起跟我对会场进行最终的确认吗 当然说 就是说你对对方的请求的接受的时候 你可以说非常高兴的 后面是省略的 我们说这句话 这个表现是我们曾经在 这个终极的第一课学过 对吧 是获得帮助得救的意思 说太好了 你可以意义成这样 说人手不足 不得困难 那么 ので表示原因 而困难 是口语省略的表现 是困难 是省略的表现 是说因为人手不足 我正 这个觉得不好办 好 あれ そういえば理想の姿 が見えませんね 好 あれ就是突然这个意识到一些问题 对 そういえば 是说起来 弹起来 初级27个讲话 这个重点的表现形式 你这么说来怎么样 我想看不到 没有看到小李 李主任なら 这句话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虽然我在这里 并没有今天新学的内容 还是比较关键的 说李主任啊 他和张一新的经纪人 在洽谈 现在因为要跟张一新的经纪人洽谈 所以怎么样 去现在在香港 我为什么 这个翻译成在香港 而这个单词明明用的是 行く 后面用的是什么 いています 告诉你 不但去了 现在还在 今夜再去便で戻る予定です 那么 教育成坐今天晚上的航班 怎么样 回来 那么这个予定です 大家有关注 在这里说 是小李 李主任教育成 今天晚上的末班航班回来 所以这是第三人称到 这个意志和打算 我们不能用 つもりです 在这里用有ts是最好的 因为有ts可以跟人的意志相关 也可以跟人的意志不相关 到了终极 我们大家不但要做到什么 答意 还要做到的就是说 一定要用词准趣 不给对方怎么样 造成不愉快的感觉 接下来看 下一句话 佐藤さん 佐藤さんは 佐藤さんは香港ですか 佐藤呢 佐藤也是去香港了吗 好 佐藤さんは本社から来到 重役たちの相手です 这句话 直译说 佐藤啊 他是什么 他是从总公司 或者是总公司 不是本公司 来的重要的领导们的对手 实际上这是一个 直译 大家会发现 这个语言 好像非常奇怪 那么其实就是什么意思 佐藤啊 他在陪 从总公司来的一些领导们 就是作为谁谁的对象 对手是陪啊 比如说 我是作为孩子的这个对手 比如说 子供の相手です 其实就是言外之意 我要陪这个孩子 陪着孩子玩啊吃啊 什么都可以啊 事務所で明日の段取りを 説明しています 现在正在 事务所 去跟他们介绍 明天的安排 なんで香港だと 思ったんですか 说你为什么会觉得 他在香港 なんで 是个口语别阿兴 是为什么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 他等于什么 なぜ どうして だって あの二人を見ていると なんだか じれたくて 那么 だって 我们说过 可以是 非常可视 因为啊 あの二人を見ていると 看到那两个人 なんだか是出局下 他结果是总觉得 怎么样 有些着急 好 那么 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小王恍然大悟 原来是那么回事啊 好 気づかなかったんですか 気づく 这是我们在出局 42个学校单词 发觉发现 您没发现吗 おうさんたら 本当に不いいんだから 小王啊 我说你真是怎么样 反应够迟钝的 好 这组对话呢 大家其实除了 我刚才用绿色 给大家标示出来 是希望大家回去 好好掌握之外 剩下的 大家只是作为 消化这一颗单词 和语法就足够了 为什么呢 其实尤其后半部分 对于这个 佐藤跟小李关系 这个八卦这一段 实际上在日期公司 可能在中国企业 也知道 一般是 必会谈这些的 即使真有什么事情 大家也是怎么样 首先 他们两个人 会非常保密 而且这个 其他人也是 不会在这个 一边工作 虽然一边都建议啊 是一个 相对的说 轻松的工作 也不会在这里 谈这样的事情 那么大家希望 不要真的在日期 工作的时候 不要犯这种大忌 大家了解一下 就行了 那么这样绘画 就介绍完了 大家跟我一起来 看一下今天的 生死表一 生死表一